你好我是順子 今天要來跟你分享 我昨天一整天的血糖 因為有時候覺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整天的血糖變化 我吃了什麼 然後我怎麼去應變我的高血糖低血糖的 我覺得這個資訊這個分享也不錯 所以今天來做這樣的一集的分享 因為我現在手臂上有帶一個 這個連續血糖監測椅 它這邊會監測一天24小時的血糖 可以使用14天 我這邊是透過這個APP 然後去讀取小白貼配裡面的數據 所以從APP這邊可以看得到一整天的血糖變化 我在6月10號這一天的血糖 100%都有在目標的範圍之內 這個目標只是可以設定的 系統的預設立場是70到100 低於70以下它就會顯示低血糖 那個就會呈現紫色 高過於180的話它就會有橘色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一天都是在綠色這個範圍 在這個70到180的範圍之內 那先來看一下一整天的血糖 這個是這邊的血糖變化 這個是可以伸展的 那我從半夜開始算 這個就是禮拜天晚上 你可以看到睡前的血糖大概在140幾 150幾 我差不多我自己在設定我的睡前差不多 就是定在這個範圍之內 140幾150幾 只要是這個血糖的範圍之內 那我基本上半夜都不會有低血糖 你可以看到晚上就血糖會慢慢降下 因為我有打一個基礎一島素 因為這天是禮拜一嘛 端午節 睡比較晚 睡到8點多起床 起床之後打一個基礎一島素 這個藍色的就是基礎一島素的意思 打18單位 這邊就是它的劑量 你看有的人可以打到5、60這麼多 那我是打18單位的 9點04分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家要回鄉下去拜拜 那開車大概要半小時 所以我就會去超商買了一杯拿鐵 在車上喝 那我知道 那我順便講一下 你看9點04分 血糖101 這個是喝了拿鐵之後半小時 上升到131 所以喝這個拿鐵一杯 大杯大熱狼 大熱狼 你看血糖大概上升30 這是不加糖的情況之下 那我喝這個拿鐵 我沒有另外再打一針的那個 塑膠一島素 要打也是可以 那只是有時候 嫌麻煩 或者說打的這一單位 萬一又提血糖 所以乾脆就不打 好 然後你看這個喝了拿鐵之後 就降下來 過了之後就降下來 然後再向下拜拜完之後 我們就回我們彰化市區 在我們家吃午餐 我們家就是這樣子 把拜拜東西拿去向下拜拜 然後祭拜祖先 然後拜完之後 再把這個餐拿回來彰化吃 所以吃到午餐已經是12點49分 這時候血糖是109 那我有打一個這個 這個塑膠一島素 塑膠一島素的顏色就是呈現這個 算紅色還是棕色 就是這個顏色 那我這一天是吃那個 因為我們拜拜 吃拜拜的東西 有一些青菜 海帶 豆干 乳蛋 然後還有一個 樹的豬血糕 這個大概就是糖類 然後還有幾塊的巴嫩 我媽都會切水果 好 所以我就打塑膠一島素 塑膠一島素 這邊有血 我打了六單位 打了六單位 那我就吃完飯 我就要出發回伊蘭 那在上高速公路之前 我就測一下血糖 這時候是1點35分 血糖88 已經是蠻低的 因為這表示我的午餐 我的塑膠的劑量打太多了 那不然這個時候血糖應該是往上升的 那因為我要上高速公路了 所以我就去超商買了一些飲料 還有餅乾跟巧克力 放在車上 因為開高速公路就是長途的 然後你也不可能下車去買東西 所以基本上我都會 通常這種情況 我會備著一些飲料 糖果 那個甜的東西放在車上 所以我就先喝了一瓶飲料 然後再上路 再開上高速公路 那你可以看到 喝完這個飲料 血糖就拉上來 這樣也比較好 因為長途來講 我的血糖太低 我也不安心 萬一開開又會發生低血糖 你又要一邊開車 一邊拿飲料 什麼來喝 很麻煩 最好在開車之前 就先把車的事情先處理掉 因為這天 這個端午節 那個北上 那個不管是國一國三都很塞 所以我有利用點時間 用這個手機感應一下這個貼片 知道現在血糖 它該在哪個範圍 所以用這個連續血糖監測器 也有一個好處 然後我就到關西休息站 休息一下 這時候量了一下血糖 小腦是3.51 小腦是157左右 這邊 160 150幾 那 我這個時候就覺得 這樣好像 會有點高 所以 在關西休息站 我又打了一次的出效液導素 那打的計量是 這邊有寫 兩個單位 這邊有寫 兩個單位 那因為我車上還是有吃東西的 所以我就是打的預備 等一下我再上高速公的時候 我就可以再吃一點東西 因為開長途的車子真的很無聊 我一個人自己開 然後你可以看到血糖就這樣 一百四十幾 這樣子 所以我這樣子的血糖基本上是OK的 就是說 我會去預算說我吃什麼東西 然後我有先打一個 塑膠一條素 去 一方面我有點吃到東西 可以有點口感 吃點東西 那又二方面 我有打一點點的 塑膠的肌量 所以兩箱的平衡之下 我的血糖還算可以 那回到宜蘭大概16點多了 那我就先去忙一忙準備 然後東西收拾 像是龜味 好 這天的晚餐就是吃粽子 那粽子 因為有時候我一個人在家 我的時候比較懶 我也沒有弄什麼青菜 就直接吃一個粽子 吃粽子 大概在七點半的時候 這時候血糖是126 那我就是大概抓兩 這個粽子我大概抓兩份 兩份糖類的量 那因為 我還會再吃一點別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我打三份的糖類 因為我吃完之後還會再吃一點 比如說一些小餅乾之類的 好 這個時候結果到了晚上的8點半 8點39分 血糖81 又偏低了 又偏低了 所以我又再吃一點東西 把這個血糖給拉上來 好 到了這個10點09分 我又再吃一點餅乾 這個我是還蠻喜歡吃餅乾的 那我們又打樹下一條樹 因為我發現這個時候 血糖110幾其實有點低 因為我剛才講 我睡覺前大概血糖到140-150 我覺得比較OK一點 太低我會覺得睡不安穩 所以你看112 對我而講血糖其實蠻有點低 那你看這個曲線 它可能有可能會再往下降 所以我在這個時候 我會再吃一點東西 血糖又上來 到了11點多 11點半我要睡覺了 那這時候血糖是174 我希望我睡前的血糖 大概落在150-150左右 所以血糖的170還是有點高 而且你看這個血糖的趨勢 其實它還是有可能會再往上走 也就是說 如果我沒有去處理的話 血糖可能會上升到180幾 190幾 那這樣子對我而講就有點高 所以我在睡覺之前 我又再打了一次的素肖一導數 這時候是打多少 打1.5單位 1.5單位 我一單位的素肖一導數 可以降40的血糖 所以我是這樣去抓的 打1.5單位大概就可以降60左右的血糖 所以我是這樣子去預判 所以這樣子的方式來打 這大概是我一整天的血糖 那這樣子管理下來 都有在這個目標的範圍之內 也就是70到180之間 沒有超過180 也沒有低於70 這個低血糖 整體而言算不錯 以結果論來看是不錯的 那我總共打了幾次針呢 一次的基礎一導素 然後四次的素肖一導素 總共一天打了五針 五次的一導素 那對低型糖的病人來講 就是像我這種素肖加基礎一導素的治療方式 就會是像我這樣子 每天打一針的基礎一導素 那至於素肖一導素 有吃糖類 有喝一些甜的飲料這些 就是要再打一次的素肖一導素 這樣的好處就在於 好像是人體的胰臟在運作一樣 有吃糖類就會需要一導素 那第一型的治療方式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第二型的一些糖友們 那你不是像我們這種 用素肖一導素來管控的話 你可能是用口服藥嘛 那口服藥很多種 那如果說你不曉得你的血糖怎麼樣的話 都會建議你 你就是要多測幾次血糖 不管是餐前或是餐後 測一下 那有些糖尾病人 可能比較注意的是餐前血糖 而會忽略掉餐後的血糖值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的糖尾血色素都蠻高 可是好像餐前的血糖又很正常 那你就應該要測一下餐後的血糖值 甚至睡前的血糖值 如果你發現餐後血糖值過高 你可以去運動 運動是非常有效 可以把血糖消掉的一個方式 那你說這樣打那麼多次症會不會很辛苦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第一個也習慣了 第二個這個症也不太會痛 這個症其實你這樣看有沒有 這個症很細 真的很細 所以打這個症基本上也 我覺得是不會怎麼疼痛 那當然一般糖尾病人 可能沒有使用這個連續血糖監測飲 都是使用血糖機測手指頭血糖的方式 那就是多測幾次 不曉得這樣的一個分享的方式 對你有沒有幫助 這樣的我的血糖管理 我的胰島素的使用方式 有沒有一些讓你參考的地方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分享還不錯的話 那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知道一下